你看到這五位勇敢的女高中生 他們九號的傍晚 從新竹假日花式搭計程車要回家 上車之後這駕駛卻雨帶輕浮 說要帶他們去KTV 還說要灌醉這群女學生 甚至還一度撫摸坐在副駕駛座的 女學生的頭髮 車資也以人多 變相的漲價 從一百七十五元漲到三百元 最後這群女學生發現這駕駛的 營業執照已經過期了 過期了七個多月 告上警局替自己討了公道 在新竹假日花式看完展覽要回家 但這五位女高中生 卻疑似碰上心懷不軌的計程車司機 他們說一上車司機就仿佛在身家調查 從家住哪裡 讀哪間學校 有沒有男朋友 越問是越仔細 問題也越來越輕浮 甚至還一度對坐前座的女同學 有肢體接觸 他說要把我們在KTV 他把我們換錢 是摸他同事 到了目的地想下車司機還一度找藉口 不讓他們走 最後甚至直接坐地起駕要多收錢 原本跳表是一百七十五元 然後下車大家說因為我們五個人 所以要加車然後跟我們收三百元 但車子明明就是六人坐 完全不需要加駕 女學生們更發現 這位理性駕駛的職業登記 已經過期七個多月 根本是違規在客 我們一趟少女提供的一些相關的訊息 還有車號 我們會尋見通知 涉案的司機檔案說明 事隔兩天 女同學不再忍耐 會自己出一口氣 將駕駛告上警局 也希望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華視新聞莊明縣李世健鋪新宇 新竹報導